我轻轻的唱着 你静静的听着 我知道你回忆的场景变幻者 秋天也过去了 都无法绽放了 你用最后的美安慰我 春天会再来还要听我唱歌 听我唱歌 在看看身影中 围着我盛开的鲜艳的那些话 我怎么能亏欠了她的一样 我要迎着熄来的风雪 默默地陪伴着坚韧的海 无畏地骄傲 呀呀呀 在看看生命中 围着我盛开的鲜艳的那些话 我怎么能亏欠了她 呀呀 我要迎着熄来的风雪 默默地陪伴着坚韧的她 我为她骄傲呀 呀呀 她俩刚去医院 我说了 让他们第一时间 把检查结果告诉我 我在第一时间 把检查的结果告诉你 行不行 我现在能告诉你的是 剧情毫无悬念 真怀上了 怎么可能怀上了 你说我们避云从来都没有失败过 怎么可能就怀上了呢 你问我 我问谁呀 你干吗去 问医生去 你能怀上了吗 怀孕了 莫次月经什么时候 我也不记得了 什么时候啊 四十天你先 还坐吗 做个B超吗 不想做了 但是我只是想问一下 我们都长期避孕都挺有效果了 怎么就怀上孕了呢 什么措施 涛涛 任何避孕方式 都不是绝对的安全 避孕套的安全率 得达到百分之九十八 那你可能就是那百分之二 要么是没带好 要么是漏了 这都有可能 好 好 好 淘宝常年买彩票 最高中五十 才击败全国百分之二的人 这失败概率百分之二的事 怎么就让我干上了呀 这问题出哪儿了呀 我怎么知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是在怀疑我出轨是不是 不是 你是不是怀疑这孩子不是你的 是不是 没有 我原本就没有打算 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现在决定了 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要带他去验DNA 我看你到时候怎么说 到时候我怎么收拾你 你其实也不用验DNA那么复杂 你生出来看长得像不像 一看就知道了 你再说一遍 你先消消气干嘛呀 我突然想起一事 咱俩当初刚谈恋爱那会儿 你说秦丽 其实你的性格是我最喜欢的 你长相不是我最喜欢的 你说你喜欢长得那种 大蒜一瓶 落腮糊 还是有点凶毛 你才凶毛啊 没有 你说什么呢你 什么 我不是我 是不是开玩笑的你 不是 你别过别 过别 我不是 你怎么这样对我呢 手疼 手疼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手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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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气死我了 在这个时候 走走走走 你就贴乐 回来啦 李小倩呢 让他送公司去啊 不是让你们给我打电话吗 到现在都不给我消息 你 什么情况 中奖了呀 不是 怀上了呀 怀上了 怀上了应该高兴啊 我怎么看你没精打采的 我高兴什么呀 妈 我心里别扭啊 别扭 有什么好别扭的 你们俩这么想要孩子 辛辛苦苦的 吃了那么多苦 遭了那么多的罪 现在呢 终于怀上了 你应该高兴地 蹦起来才对 你怎么还别扭呢 蹦啥玩儿啊 我蹦啊 你可以百分之百地放心 这个孩子肯定是你们俩的 你不用怀疑 妈 你怎么知道 我在想些什么呀 我是你妈呀 我生了你 我把你养那么大 你一撅屁股 我就知道 你会拉个什么粪担子 妈 你怎么就确信 这孩子是我的呀 废话 这不是你的是谁呀 林小倩是你老婆 难不成她和别人的孩子 不是 怎么就不可能 她有可能友谊情人 我一直不知道呢 秦丽 人家没怀孕的时候 你怎么从来不怀疑人家呢 人家刚刚怀孕 你就开始怀疑人家呢 什么意思 因为 我们俩这一直 一直什么 什么 行了 我今儿跟您交底吧 我 我们俩对不起你嘛 我们其实一直都都在避孕 所以林小倩就不可能怀孕 然后我我她不想要孩子 不是我们俩都不想要孩子 我们要怕你生气 所以一直没跟您说 妈 你怎么一点反应没有啊 反应 你想要我的什么反应啊 不是 你不应该我我我我我我我 你算说实话了啊 来 来了 来了 王永福 那我就应该揍你 你知道吗 啊 你们俩啊 我合着伙计来骗我 蒙我 搞什么避孕 我带你们看了多少病 吃了多少药啊 花了我多少钱 医药费还给我 什么医药费啊妈 你怎么听事儿 你听话不听重点呀 我的意思是 我们两个一直在避孕 她就不可能怀孕 医生不是说了吗 不管什么样的避孕 都不可能做到 百分之百的可靠 理论上是这么说 但妈我可青春经历过 我以前有一同事 她媳妇怀孕了 她来治避孕 到 到医院去 医生跟她说 不是百分之百 她一听 行 养着吧孩子 长大了 有次的小孩做手术 咽血 根本不是她的孩子 到时候她哭都没地儿哭去 我可不想像她一样人的 你放心 你不会像她 那是人家的事 你家的事不会的 林小倩不会是这样的人 是 我也希望她不会 但妈 我问你 你觉得你儿媳妇 长得怎么样 漂亮 是不是也挺聪明的 那如果她真有一情 真想瞒着我 让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真有可能 不知道啊 你跟她说过你的怀疑了 那插发手就跟她说了呀 她怎么回答 急了 把我揍了 然后说本来她还不想有这孩子 听我这么一说 她还真非得把这孩子生下来 倒是验一DNA 让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让我傻眼 太好了 有骨气 她就是应该把她生下来 什么呀 我就 行了 你如果这孩子倒是不是我的 你 你看 看我怎么怎么怎么 怎么怎么死吧 你 我都觉得自己绿油油的了一下 妈 我觉得你结实不太正常啊 这 这怎么了这是呀呀 这 是呀 我很正常 很正常 干嘛 а 哎呀 你喜欢在 大厅上的 老婆大人我很懊悔 无论人说不该给你警惕 已经习惯了女子的方向 没有你我会少不少费 你和咱妈都很伟大 总是等我 不出爱的代价 有些话 这些事 而其实 我没胆量学坏 那一定是 有最后的意外 你惊讶我的智商 不想连撒谎 都撒得非常失败 我会 冻真嗝嗒了 什么玩意儿 小倩 你回来了 三儿呢 我不知道 你想不想吃东西啊 我给你做点 我什么都不想吃 啊 别人的 老婆大人 我很懊悔 无论如何不该给你顶嘴 已经习惯了女子的方向 没有你我会找不找找 你和咱妈都很伟大 都值得我付出爱的带着 有些话 不说一话 有些事 不说一话 其实我没打得到学坏 不接电话 小倩 我给你煲点汤吧 你想不想吃鸡翅 你想吃鸡翅 我就给你做炸鸡翅 你要是嫌炸鸡翅太油呢 我给你炖一碗银耳莲子羹 我真的什么都吃不下 谢谢你啊 妈 我只是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这可怎么办呢 你干嘛不接电话 你干嘛不接电话 没听见 小倩下班你干嘛不去接她 忙 忙 忙你个头 你想干什么 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相信那个孩子他是你的 你想干嘛 你在这儿 当时我打你 来来来 妈 你快打我吧 我特希望现在有人 跟我胖揍 危险了 我还能ges 脏 醉醉花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那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没听见 你是不是到现在还怀疑 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我都已经跟你解释过了 医生也解释过了 避孕不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就那么寸 就那么 那么一丁点的失败感觉就让我感染了 经理 你是在怀疑我的人格 还是在怀疑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我本来不怀疑 我一直认为你很爱我 我一直很信任咱俩的感情 我不爱你吗 李小倩 你不想要孩子 我一直跟你采取措施 我跟你合起伙来骗我妈 一直采取措施 你以为我愿意啊 我怕你打孩子伤害身体 可是你呢 麻烦你在外面跟别人的时候 你也讲究讲究措施行不行啊 你说什么呢 你咋跟我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你 你混蛋吧你 小倩 小倩 干什么 干什么 你混蛋你干什么 是怕欠责啊你 你没说欠责吗 我要跟她离婚 离婚 不能离婚 怎么会扯到离婚呢 小倩 我不想更怀疑我的男人过一杯 她不是怀疑你的男人 小倩你冷静一点 她有什么做得不对的 我劝她 我来解决问题行不行 你不用劝她妈 没用的 她压根从心里边就怀疑这个孩子 不是她的 就算你劝她了 她表面没事 心里边还是不承认这个孩子是她的 那也不能离婚 你离了婚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呢 打了呀 反正她也怀疑这个孩子不是她的呀 我也没想要这个孩子 我也不想要孩子 不能离婚更不能打掉这个孩子 你 你们俩听我说啊 我百分之百地肯定 这孩子是你们俩的 是你们俩的 是你们俩的 你儿子都不能肯定 这孩子是她的 你凭什么肯定 我相信你的人品呢 我不用你相信我的人品 我人品很烂 我就是个坏女人 我在外面招三目四 找别的男人 是什么呀你 你满意了吧 这孩子不是你的 别人的 你满意了吧 我的答案你满意了吧 我们离婚 小倩 Sara 你就是欠揍啊 你这干什么 你闹什么呢 小倩是什么为人 你不知道吗 你怎么胡闹呢 你扯她什么离婚呢 你还不敢跟我说两句话 劝劝她 小倩 你可不能 你赶紧呢 赶紧去跟小倩说两句好话呀 说两句好话呀 这不行啊 小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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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啊 你等等等等 等等 小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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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妈一个面子 别跟她一般见识 秦琳娜我会打她 我会骂她的 你可千万不能这样啊 你不能伤得自己的孩子呀 小倩更是不能离婚知道吗 妈 我现在给你面子 就等于我自己不要自尊了 我不会跟一个 怀疑我人格的男人在一起的 不是 小倩 让我走 不是 小倩 不 Газ 你 render不快 我ied 間里 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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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萱 来了 来了 妈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风海在吗 不在 她上下班了 家里就我一人 好好好 太好了 太好了 我遇一整事了 而且是大事 我想来想去啊 我只能来找你商量了 出什么大事的 我 我 跟我斗 还是斗的故事 看谁 我 妈 你可真行 你别夸我 现在的问题是 要怎么解决 妈妈妈 我这是夸您吗 您说您这么大年龄了 您怎么能 我 你说他们俩这么多年一直在骗我 我干这事怎么了 我错在哪里啊 我错哪儿了 为了他俩的事 我想了多少办法 去看了多少医院 中医的 西医的 我花了多少钱 他们就这么骗我 我 我们能眨个眼吗 能能能能 妈 您能 不 我听您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三儿这两口腿 忒不低等 妈 这主意肯定是小倩出的 现在不是追究谁的责任的时候 三儿现在呢是认定那孩子 一定不是她的 小倩呢 心里冤枉 百口莫变 哭啊 要打掉孩子 要离婚 现在我特别能理解 三儿的悲痛心情啊 哐唐 老婆怀孕了 她不怀疑她老婆在外边 有事才怪呢 要不我招了吧 您怎么招 您 您怎么好意思开口说 扎了 扎了眼了 我 我是开不了这口 刚才她 她俩还在吵架呢 看 我那个 我话都 我到这儿 我 您千万别说 是不是小倩正闹着呢 您这会儿跟她说的 这节骨眼上 她跟你没完 那怎么办 那就眼睁睁的 只能看着他们离婚 离什么婚 什么离婚 婚说离就离啊 哪那么容易啊 妈 三儿呢 现在是怀疑 她心情难受嘛 对吧 小倩呢 是被冤枉 所以她心情也不好 如果咱们能让三儿 知道小倩怀的这个孩子 是她的 那 那三儿的心情就好了 三儿心情一好 您知道她哄老婆那本事 小意思 对吧 你这不是废话吗 我 现在的关键就是怎么证明 我去问过了 现在那孩子只有绿豆粒那么大 要想做亲子鉴定什么的 必须等孩子生下来 还要十个多月 你说小倩能忍吗 她能忍吗 妈 您 您瞧您这事办的您 您您别着急 别着急 我给您想办法 好 别着急 你 你让自己勉强 往调看伤 才知道不容易的 是冲桥 不去想 看着我的爱 淘汰别的比方 爱是什么 一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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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事 一婚儿 来 是这样的期待 泪水的附和 我 爱是我 只剩下身后 红空的沉默 想你的时候 你是否想过我 对着疼 要值得走 我已停留 才发现时间过了很久 过了很久 过了很久 妈呀 妈呀 你咋才起来呢 走了走了 快跟我出去一趟 干嘛呀 我带你见个大师啊 什么大师 算命大师啊 我不算命 我不封建女士 这可是跟别的大师可不一样 据说看生意发财啊 特别灵 特别神 你知道吗 你不是要开咖啡厅吗 你不是想发财吗 你找他给你看一下啊 如果哪儿不好 他给你一指点 你就化腹朽为神奇 扭转乾坤了 知道吗 真的假的呀 做淘宝的那个 还有做房地产的那个 就特别大的那个 还有那个乔布斯 都来找他看过 乔布斯为了找他算命 飞到中国 当然了 谁都没告诉我 当时乔布斯据说啊 据说 说他想用橙子来着 然后他就去找大师了 大师一看说橙子 这不行 他旁边有个苹果 拿起来咔嚓咬了一口 就有了苹果 你看你那标 为什么还缺一块 太邪乎了吗 秦雪 你拉倒吧你 你得瞎边烂灶 都没片了你 那 那苹果是那么来的吗 连我都知道 那标识是怎么来的 不是你说的那么邪乎 你拉倒吧 我不是听说吗我 三儿 不过你姐说的那个 算命大师呢 你确实应该去听听 宁可兴其有 不可兴其无 你不是要开咖啡馆 还借你哥的钱吗 你就去找他算算 看看你能不能赚钱 你要是能赚钱了 不再能把你哥的钱还了 你还能证明你的实力和能力 跟你姐去 那行 妈呀 你怎么一身这么大酒味呢 睡老枕了 这样解雾我 见大师有心诚点 我洗个澡 换了换身衣服 你可快点啊 为了你这事 我都跟人串了班呢 我还提前预约呢 你知道吗 你快点啊 好 快 这 别害怕 你今天大师你还是不怕 姐 这大师不应该住个别墅傻的吗 住什么别墅 像人家这种人 都把钱财当成身外之物 你管他住哪儿算的 转不完了吗 对对 又别谅说话了 姐 你什么事 我来了 来 我们day 里边请 你好 好 这大师信什么教派 我看那是耶稣 这有佛祖 那是太阳老君哪 别瞎吃你们分身领头 你管他信什么 这要终究行啊 不好意思各位神仙 我听不懂 来 原谅他 原谅他 学这个办法也不知道行不行 谢谢 谢谢 小伙子 是来看生意的吧 是啊 是啊 不错 小伙子骨骼惊奇 是难得做生意的好材料啊 不是应该是练武奇才吗 大师 我就想看看我能发财吗 发财是必须的 命中有事 终须有啊 看你面相 应该是做餐饮生意的吧 是啊 大师 太神了 依我看啊 最近 好像你手头有些借 钱虽然是借来的 但将来也不愁还 何况也不是借外人的 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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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 大师是这样 就是您看看我这生意 能不能做大 我能不能变成大企业家 能不能赶上那个乔布斯 超越马云 就是让我跟那个比尔盖茨 别跟你说那么多 大师他没别的意思 他就想看看他那生意 能不能发财 不好 怎么了 贵人若有样 本主受伤不浅啊 那个大师您能说白话玩儿了吗 这么跟你说吧 你的生意啊 主要是靠你的妻子来忘得你 你的妻子就是你的贵人 我算了算 新晋应该又添了一位贵人才是啊 没错啊 应该是你的儿子 儿子 可最近似乎两位贵人 都要离你而去啊 实不相瞒大师 我跟我媳妇正在吵架 原因是这样的 别说啊 反正也都没什么外人 我俩一直避着运呢 他突然怀孕了 我就怀疑这孩子不是我的 然后他因为我冤枉他 就是正跟我闹我离婚的 非也非也 这位小同志乃财神爷下凡 偷到你家去了 你还不供着 捧着 竟然要把财神爷撵走啊 我供着 我捧着呀 但是 我 我要知道这财神爷 是不是我亲生的呀 要我说啊 他就是你的亲骨子 如若不相信我 你总应该相信科学吧 等将来生下来以后 去做一个DNA 如果证明不是你的 再离婚也不止 如果是你的 这次也不会贸然 伤了一条小生命 也撵不走你身边的贵人啊 跟我进 做大事者 胯下之主方能忍受 让你忍十个月你都忍不了 还怎么做大事啊 对对对 更何况 本大师说他是你的骨肉 你还不信吗 信 我肯 我肯定信啊 大师今天经过您这么一点播呀 我就毛色顿开豁然开朗 姐 我心里这块大石头终于就 就是趴就掉地上了 请 谢大师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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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年轻人 好 谢谢大师啊 谢谢大师 你接我过去 不用了 不用了 好 来 好 来 两位慢走啊 大师 谢谢啊 两位慢走 好 来 三儿也太过分了 这种事也能够胡说八道 避孕也不是百分之一百能够成功的 老倩 我别难过了啊 过两天我去骂他去 来 小心烫 谢谢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你打算留下这个孩子吗 嫂子 情力不信任我 他这是对我人格上的 侮辱感情的伤害 我真没想到 他会在这一方面都怀疑我 你也不用抓牛角尖了 其实他不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他是太爱你了 在乎你 才会紧张你 才会产生怀疑 是不是 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一直认为我们的感情没有问题 没有想到这么经不起口言 嫂子 你也是个女人 你说肚子里怀了一个孩子 居然这个男的说这个孩子不是她的 你觉得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的伤害的吗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了 孩子我也不想要 这个婚姻我也不想要 你觉得我留下她还有什么意义吗 小倩 这就是你不对了 两个人之间不管有什么样的矛盾 都不能轻易地说离婚 我就是个例子 我的遭遇难道你看不见吗 其实这么多年来 塞儿一直疼你爱你 我都看在眼里的 她一时想不开也是正常 男人嘛都是孩子 个个都小心眼 还有你的孩子 千万不能不要 你们一直避孕还能有孩子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她是上天给你的礼物 你没有当过母亲 你不明白当母亲的幸福和快乐 一个女人要是没有孩子 她的生命是不完整的 而且这个孩子已经在你的肚子里了 你舍得把她杀了吗 我回来了 学回来了 回来了 我的天哪 什么情况 你猜吧 她不同意 非常完美 真的 塞儿就差给人大师跪下了 你知道吗 她信了 当然了 注意好吧 好 拿来吧 什么 妈 你得报销 我给人大师五百块钱呢 报销 所以人才配合我演戏呢 拿来吧 快点 五百块钱 你就是财迷 竟知道要钱 我没有 干吗 只有骂布 你老让我干活骂得五百块钱啊 哎 还弄完啊 我先走了啊 好的 明天见啊 嗯 别太晚了 拜拜 你不知不知道 你还是真是个朋友 你不认识吗 你身上厉害吧 你说我怎么要 我需要你干活 我真是个人 不信我 就让你去干活 我想让你去干活 你绕着自己的钱 請你 Chat 我以后绝对不会 再犯这种低智商的错误 那个啥我也怕你气坏了 是不是 你要天天自个儿生闷气 还在把自己气着 这样 今天啊 你就揍我一顿 咱又找你没人 你这儿把我打一顿打 你就把我揍舒服了 你自己心里舒畅了呢 咱就回家 好不好 你不是怀疑 洞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吗 不是 不是 是是我的 那怎么跑过来 又跟我赔给道歉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啊 肯定是我错了呀 主要 媳妇因为你 太优秀了嘛 老公总自卑 怕别人把你抢走了 不是 你希望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啊 你 你看 你看 我挺有诚意的 你这样 你听我说 媳妇 这次你如果原谅我了 回去我给你当牛座吧 你喜欢 这我亲手包 你看 一瞅大风天的 别再站着了 回家吧 走吧 你今儿变漂亮 媳妇 媳妇 她脾肺变好了 媳妇 晚上打算吃什么呀 什么都不想吃 别去呀 老公带你爱吃的那几家饭店去好不好 不管多贵 我请你好不好 我跟你说了 我什么都不想吃 可是我没有胃口 还恶心呢 恶心得厉害 你这样哪成啊 这次怎么让宝贝这么难受 我回去问问咱妈 看看过几个月能不能好一点 不用问了 做了流产就没事了 我就问过我同事了 做流产啊 怎么着 不做流产你还打算把孩子留下来呀 第一 我心里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二 这孩子一来 就让我们的关系变得如此的紧张 我没有任何的喜悦感 我带正常警察 我先媳妇别生气了 好好开车 你别生我气 这行不行 咱别把咱那宝贝打掉好不好 我发现你真的挺奇怪的啊 怎么了 昨天阿姨一点重重说 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怎么今天就又要让我 把这个孩子留下来 我想采访你一下 请问你是怎么转变的 没 我没怎么转变啊 我就突然这人想开了 你老实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 真没什么呀 我就突然之间明白啊 就是我不该怀疑你 你说咱俩这么相爱 信任是感情的基础 我怎么可以不信任你 我知道错了 真舍得花钱啊 东西都放哪儿了 发生品就这点是吧 别说还有吗 媳妇 我这可真得说说你了 你说我这跟你吵个架呀 是真费钱 一吵呢就奔五星级 再吵呢奔六星 这再吵吵 你老公就被花穷了就 都要离了 为什么要委屈自己 你啥这辈子我不会放过你 还有什么东西吗 没了啊 走吧 哎呦怎么又坐下来呀 宝贝回家吧啊 你先把事情跟我说清楚吧 不是都说清楚了吗 第一 为什么转变得那么快 第二 孩子我不想要 如果你把这两点 跟我说清楚了 我就跟你回去 你说你以前 也不是那么较劲的人 怎么现在跟我这么较真啊 媳妇 原则问题 那这样 我把事情的原由都跟你交代了 咱这宝贝 你是不是就能不动了 如果你跟我解释得合理 我可以考虑 那你别想要 这女人挺有一套的嘛 关键是三儿 你有没有斩钉截铁地告诉小倩 你从心里相信那个孩子是你的 我都跟她说 我从肝里面都相信这孩子是我的了 我该说也都说了 就不行 习惯听你绝问 却不说话 会想当初的你有一点傻 喜欢为你留着一头长发 围在你的怀中你轻负她 我们都不太在乎对方的话 都太计较谁先打了电话 我们都在猜测爱的真假 真假 忘了怀疑也要付出代价 就算是吧 就算过去了 看来真的面对这种变化 就算是吧 就算过去好了 至少我们爱花该满足了 至少我们爱花该满足了 就算是吧 就算是吧 就算过去了吧 看来真的面对这种变化 就算是吧 就算是吧 就算过去好了 至少我们爱花该满足了 至少我们爱花该满足了 啊